那么刚形成的这个米塔台风呢 现在转入为热带性低气压 这样气象局预测它应该不会影响到台湾 而在分析气象的同时呢 这个气象局里面的这个设备也正在悄悄的翻新 投资了好几百万 抢先由中心新闻带你体验 第六号轻度台风米塔 它原来的位置是在日本东南方海面 但最新资料显示它在现在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资深预报员吴婉华专业解说最新气象动态 但仔细瞧瞧这播报萤幕超科技 今天这个气很快会让我们许多功能变得更活泼方便解释 譬如我们现在看我们运动提线都是有一个封面系统 想加个封面或气压一直搞定 不但是触碰式HD大萤幕 使用宽达6米的无接缝玻璃 目前全台最大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抢先体验看看 我们台湾其实很常发生地震 所以这里有个专门的地震速报 而这里呢就有列出最近台湾发生的地震 我们来瞧瞧6月6号呢 是最近的一次地震 那它就会一按以后连接到Google Earth 而Google Earth它就会从这个全球的地球呢 把它缩小到我们台湾的部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已经拉到我们台湾的地图 而当中呢这个星星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像滑手机一样 把它整个放大开来 所以我们轻轻的再点一下这个星星 整个气象局的地震报告资料 就会显示出来 不止台湾全球气象资讯都将存入 这项结合最新科技和视觉效果的播报系统 耗资数百万 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建制完成了 但是为了要能够更忠实地呈现资料 以及更完美的画面给观众 所以我们目前还在做进一步的建制 原本计划今年台风季启用 但现在开张时间恐怕得延后 不过已经开放学生参观当作科部解说教材 是风雨很小或微风回雨的区域 就是台风眼 不但能生动解说各类天气 还利用半反射玻璃 让影像在空中浮现 仿佛3D动画 而且360度都能看到 也让台湾气象进入新时代 记者李英伟陆仪台北浄网报道 感谢观看